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是以前有夜間部的大學 所以夜間部有點考 那這裡在算尤里根 所以尤里根就跟我們說什麼事情 尤里根就是說 如果它今天可以分解 它可以分成有一個一次的 那這個一次的怎樣呢 你這個在乘的時候 這兩個乘起來一定是 20 一定是負20 所以這邊你的選擇就很有限 這邊你的選擇就可以只能是 正負1、正負2、正負4 3就不用 正負5 然後一直下去 正負10其實沒幾個 正負10跟正負20 但我們當然就從小的開始戴 那戴1的時候呢 這裡是 我們先一般來說 其實基數跟偶數 基數跟偶數我都會分開出來 戴1的時候這裡是多少 1-11就是負10 那負10-20 對就是負30 對就是負30 因為戴負1的時候呢 這位變成正10 戴負1的時候變成是這兩個相減 所以戴負1的時候 這是 這是f 是戴a 這戴負a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這邊戴正的是這兩個相較 戴負的時候 剛好這裡是10-20 就變成負10 就變成負10 就是我可以正負同時檢查 比較快一點點 那我們現在 例如說先戴2 戴2的時候 這是 8-22 這是那個 負14 這是負20 所以兩個相加就是負的34 這裡戴負2的時候就會變成正14 因為基數相戴負的會變好 就是14-20就是負6 這邊的話呢 還是沒機會 那戴4的時候呢 就會變成那個 64-44 欸 20 這裡是負20 這裡是0 這邊就負40 那你可以繼續戴 不過我們現在戴到一個就把它先分解 讓數字比較小一點點 所以我們就發覺 戴4的時候會是0 所以我們這整個字值呢 就可以寫成 s-4 那再乘s平方 那因為它可以分解嘛 所以尾8就要配加5 那這裡-4x呢 這裡要補上 加 因為它沒有s平方 所以這裡補多少呢 -4s平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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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可以分成這個跟這個 好 那這個 這個等於0的根是多少呢 對 因為它這個不能夠因式分解 因式分解 因式分解 我們就把它走 這是分不出來的 所以分不出來 而且是偶數的 我們就把它走配方 配方還蠻方便 加4等於那個 1 5 一過去變負 這還剩1 又變負1 所以這個 就變成什麼 x加2的 平方是負1 所以x呢 就等於 負1開始更號 就變成 正負i 所以 2再一個 就變成負2正負i 所以它有三個根 對它有三個根 一個根叫做什麼 一個根叫做4 第二個叫負2正負i 對 對 好 好